接下来我们再来看 竞争环境分析工具中的战略群组分析 对于这个知识点 大家务必要引起重视 因为这是一个高频考点 在历年考试中多次出现 既可以出选择题 又可以出见答题 所以大家一定要怎么样 好好把这个知识点掌握住 在后面我会点到 这个知识点怎么出题 你要注意听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 什么叫做战略群组 战略群组就是指 一个产业中 在某一个战略方面 采用相同或者相似战略 或者具有相同战略特征的 各公司组成的集团 从概念的角度 我简单来解释一下 在一个产业中 我们这些公司 本身就是一个什么样 竞争的关系 每家公司都会制定 自己的一个什么样战略 对不对 那么在制定战略的过程中 不小心或者不约而同 某几家公司 他们采用了完全一样的战略 或者说相似的战略 或者说某几家公司 他们具有什么样 相同的战略特征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说人与类聚 物与群分 我们就把这几家公司 给它圈起来 你们几个用的是相同的 相似的战略 或者具有相同的战略特征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说你们就是一个战略群组 明白这个意思了吧 所以这个就叫做战略群组 在战略群组中的企业 他们是一个什么关系啊 高度竞争的关系 为什么呢 在产业中的这些企业 本身就是竞争关系 对吧 但是你又采用了相同 或者相似的战略 对吧 面对的是同一波客户 做法又一模一样 那是不是就是一个 更强的摩擦呀 所以我们才说 它这个强竞争 或者高度竞争的关系 明白我的意思吧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啊 你说我们有几个男孩子 同时追求一个女孩子 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他们采用的是什么呀 相同的战略 那就太可怕了 对不对 这女孩子到了下课的时候 这帮男孩子站成一排 在这接女孩子下课 对不对 然后呢 送这女孩子去什么呀 去吃饭 大家一块吃完饭 然后再把女孩子送回宿舍 到了晚上的时候 这帮男孩子都不约而同的 拿着吉他在楼下弹琴 对不对 你说是不是稍有不慎 这帮竞争对手 就容易擦枪走火干起来呀 对不对 为什么呀 因为他们采用了相同的 或者相似的战略 对吧 所以是一个高度竞争 那我们看一看 如果他采用的是不同的战略呢 这个男孩子接他下课 那个男孩子陪他吃饭 这个男孩子送花 每个人各有自己的招数 他们反正也碰不到一起 或者偶尔碰到一起 也不会天天怎么样啊 天天互相见面 对不对 所以这种摩擦的概率就会小 对吧 就是一个弱竞争 不是说没有竞争 是弱竞争 对不对 是不是一个道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你要记住了 在战略群组里面的企业 在产业中 它是个高度竞争 或者强竞争 那我们从这个概念 还推出三句话 哪三句话呢 第一个 如果产业中的所有的公司 基本认同了相同的战略 则该产业就只有一个战略群组 好不好理解 很好理解 我们前面说了 什么叫做战略群组 在战略群组内的企业 一定要采用相同相似 或者具有相同战略特征 对不对 那么如果说所有的公司都采用了 或者认同了相同的战略 没有第二个战略在产业中 那是不是他们这些所有的企业 就共同构成了一个什么呀 战略群组啊 没错吧 很好理解啊 第二句 就另一个极端而言 每一个公司也可能成为一个 不同的战略群组 怎么来理解呢 在整个产业中 每家公司的战略都不一样 那是不是每家公司都是一个独立的战略群组啊 当然是啊 你们说老师不对吧 战略群组啊 要么是群要么是组 至少两个以上吧 我们从来没这么说过啊 对不对 所以记住了 一个公司也可以成为一个战略群组 明白我的意思吧 只要他的战略与众不同 没人跟他重合 他就是一个什么呀 战略群组 那么第三句话 在一个产业中 如果有几个战略群组 他们采用特征完全不同的战略 好不好理解 也很好理解 在一个产业中 有三四个战略群组 那么每个战略群组 当然战略是不一样的了 对不对 A战略群组里面的企业 采用的是一种战略 B战略群组里面的企业 采用的是另外一种战略 如果A和B两个战略群组 战略是一样的 那还分什么A群组 B群组啊 他们不就是一个群组了吗 对吧 所以从概念上来讲 没有问题 对吧 只要你有不同的战略群组 这些战略群组的战略 一定是不同的 对不对 好 这就是我们说的概念 加上概念 推演出的三句话 把它也要牢牢记住 出选择题都是怎么出呢 下列关于战略群组 说法正确的是 然后就会把概念 和这三句话 给你放在选项中 你别到时候怎么样啊 还要去分析 还把它分析错了 好吧 一般来讲就是原文出现 他会给你改一改 给你改一改 所以要注意 比如他会告诉你说 一个公司 不能够成为一个单独的战略群组 对不对啊 不对 对吧 所以这个大家要怎么样 要注意啊 那么了解了概念之后 我们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帮助大家呢 更深入的掌握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说战略群组 就是我们所谓的 人与类聚 物与群分 对吧 我们看一下 这里边是车 那里边是化妆品 有人说他们怎么放在一起了呢 男人呢 喜欢聊车 对不对 但是一个女人聊车的时候 女人就不了解 对吧 所以男人为了让女人 更好的了解 车的一个什么样 物以类聚 他就给女人举这样的例子 当男人跟女人说 比亚迪啊 荣威啊 对吧 长城啊 奇瑞啊 长安啊 明觉的时候 女人就不了解 说明觉听起来就像个高端车 对吧 男人就得给他解释 这个明觉啊 比亚迪啊 就相当于你们女孩子用的 什么卡兹兰的 自然堂啊 柏莱雅 女孩子低端的 对不对 然后一说到什么呀 别克啊 雪佛莱啊 这个丰田呀 本田呀 大众啊 什么标志啊 对吧 女孩子还觉得 他这个标志 对不对 很好看 小狮子上档次 男孩子就跟他说 这就像你们用的 什么Kate呀 对吧 什么这个 Kamek呀 女孩子就知道了 啊 这个中端车 对吧 如果这个男孩子 说到了BBA 对吧 那女孩子一般来讲 他是知道 这高端车的啊 如果连BBA都不知道 是高端车的话 那基本上这个女孩子 就是啊 这这这太奇怪了啊 但是一说到什么 沃尔沃 英菲尼迪啊 对吧 雷克萨斯 还有什么这个 呃 欧哥 这女孩子就不明白了 但是高端低端呢 男孩子就跟他说 就是像你用的 Barbara呀 Dior呀 Snail啊 就是这些 对不对 女孩子就说 哦 原来这也是高端车 对吧 因为本身我原来的车 就是沃尔沃 一出去总觉得 高端还是低端呢 说不清楚啊 自从看了这样的 一个小案例之后 我才知道啊 原来我开的也是高端车啊 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 人与类聚 物与群分 对不对 低端的和低端的一起玩 中端的和中端一起玩 高端的和高端一起玩 对不对 他们为什么在一起玩 因为采用了相同的战略 为什么会采用相同的战略 因为像比亚迪 长城 奇瑞 他们面向的是什么呀 偏低端的 这样一个群体 所以说他们制定的战略 一定都是围绕着什么 低端客户群体来制定的 避免不了战略就相同 或者相似了 那么同理 我们中端和高端也一样 他们之所以成为一个战略群组 就是因为他们的定位 我要抓住低端客户 我要抓住中端客户 我要抓住高端客户 所以他们围绕这些客户 制定了相应的战略 结果战略怎么样 相同相似 或者具有相同的战略特征了 所以他们各自成为了什么呀 战略群组 能理解我的意思吧 所以包括我们后来说的这个 蓝莫啊 还有我们说的什么 大宝啊 这个东西也一样 对吧 按战略群组来讲 蓝莫就归到什么 归到高端了 大宝就归到什么 归到低端了 但是有的时候 我觉得这种战略群组 也很有意思啊 对于很多男孩子来讲 什么蓝莫大宝都差不多 对不对 原来想送女孩子点礼物 想送点化妆品 那当然送这种化妆品 护肤品你要 要送好的嘛 所以就看广告 电视里就经常播一个广告 那大宝天天见 我就觉得 大宝应该是个高端的护肤品 要不然央视广告天天播 我的天呀 一般低端的品牌能进去吗 所以就买了个大宝 送了这个女性朋友 结果后来就再也没有联系过了 再也没有联系过了 就找不到这个人了 也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化妆品太高端了 她觉得拿了这么好的化妆品 也不好意思再跟我见面了 毕竟那个时候 还是个学生年代 再后来工作的时候 就开始怎么样 送女孩子这个 那会女朋友啊 送这个蓝莫 开始是买的时候 我还有点心疼 什么东西五六千块钱 对不对 告诉我这个叫蓝莫 这个比较好的护肤品 我另外一个女性朋友告诉我 说你女朋友 现在这么年纪轻轻 就用蓝莫 对不对 她到中年到老了之后用什么呀 对不对 后来我才明白 哦 这个东西还是有年龄段的 是吧 年轻的时候不太适合用蓝莫 年轻的时候还是用大宝好一些 所以他们也是什么呀 人与类聚物以群分 一样的道理 就是磨蓝莫的会和磨蓝莫的一起玩 用大宝的会和用大宝的一起玩 到现在我还是在跟用大宝的一起玩 还没有上升到蓝莫这个层次 所以战略群组很简单一个概念 人与类聚物以群分 对吧 但是这个类聚这个群分 是以战略为导向 那我们再来看 从考点的角度 我们还要知道战略群组图 主观题的地方了啊 当然也会出选择题啊 我们要能够根据题杆中的描述 画出战略群组图 当然这个画是带引号的 不是让你在那画啊 是说你要能够 这个分析出来 谁和谁是一个战略群组 一般来讲呢 我们会给你一个纵坐标 给你一个横坐标啊 我这里边是举了个例子啊 地区覆盖率和营销力度 那么他会给你 这两个纬度的各自的一个指标 比如说地区覆盖率高 地区覆盖率低啊 就这两个指标啊 然后营销力度低 营销力度高啊 或者大和小 反正一共会给你这样 一个两个纬度四个条件 你就两两组合就好了啊 当他的这个什么样 地区覆盖和什么样 和我们的营销力度重合的时候 他们就是一个战略群组 比如说营销力度比较强 地区覆盖率比较广 我们发现ABC是不是都在这呢 那么我们就认为 他是个战略群组 在考试中就是这么出的啊 A公司地区覆盖率怎么样 然后营销力度怎么样 B公司地区覆盖率怎么样 营销力度怎么样 你就找到这个条件一样的 哦 A公司地区覆盖率比较怎么样 比较广 营销力度比较强 哦 B公司也是怎么样 地区覆盖率比较广 营销力度比较强 哦 那A和B就是一个什么样 战略群组 就完了 那我们再看 这个 这个D EF 他们是什么情况呢 地区覆盖率比较低 但是呢 营销力度比较强 对吧 所以他往往给你这个条件之后 你两两组合就能找出来 谁和谁是个战略群组了 这个很关键啊 这个会了吗 没问题吧 那给你条件之后 你就把条件都列出来 A的条件是什么 B的条件是什么 C的条件是什么 D的条件是什么 哎 这俩的条件一模一样 他们是一个战略群组 啊 没听明白回去之后 多做题 找找感觉 好不好 那么找到了 谁和谁是个战略群组之后 我们来看 战略群组呢 它的纬度 刚才我说了一个纵坐标 一个横坐标 这个叫纬度 营销力度吗 不光有地区覆盖率 和营销力度 我们一共有17个纬度 啊 一共有17个纬度 这17个纬度 你要把它掌握下来 有人说要背吗 在历年考试中 我倒没有见过 这个地方出题 但是 在很多的练习册上 会有这个知识点的考察 所以我个人建议 你至少要有什么样 有个印象 对吧 当然你要是时间够 我是倾向于背下来的 但是你说背的话 这个呢 我认为是两颗星的考点 并没有那么重要 没有那么太重要 加个太啊 一说没有那么重要 很多同学看都不看了 没有那么太重要 但是我觉得 有时间多读几遍 至少 至少要多读几遍 当然背下来更好 对吧 避免出什么问题呢 因为本身历年的这个 习题 就比较少 每年就这么一套件 两套件 每年两套件 对吧 然后积累这么多年 实际没多少题 一个知识点下来 所以你要结合什么 很多的练习题 练习册 当你把这些练习题 练习册买回来之后 你一做的时候 你突然发现 这个地方出题了 然后你做不对 会对自己产生一个什么 冲击 我到底学会没学会 对不对 再一个来讲 不代表这些没考过的 就不会出 明白我的意思吧 这些出练习册的人 和真正出这个 历年考题的人 本质没有区别 都是研究题的 既然这些老师认为 这个地方可以出题 那么可能今年 我们说这个真正出题组 命题组 也有可能有的老师认为 这出一道吧 难一难谈 有没有这种可能有 所以说我们的 把它归类为什么 低频考点 所以大家要掌握一下 有个印象 好吧 一共17个 那么一般来说 我们说 要选出两到三个维度 避免选择同一产业中 所有公司都相同的维度 什么意思呢 很简单 比如说饭店 就很少呢 被看作是R&D的一个领先者 R&D是什么呢 研发 你见过饭店 没事搞研发吗 到这家吃的西红柿炒鸡蛋 和那家吃的西红柿炒鸡蛋 不一样 很难遇到这种情况吧 这家的鱼香肉丝 和那家的鱼香肉丝 味都不一样 材料都不一样 那家用鱼做的 可能吗 不可能 基本上你到了饭店 点类似的菜 都差不多一个味 对吧 好吃不好吃 咱们先不说 起吧 味道差不多 对吧 所以他们很少被看作是 研发的领先者 所以你就不要把研发 放在坐标图里了 对吧 你本身做饭店的一个什么呀 战略群组分析 然后你把研发放在这了 你放心 所有的饭店 它的研发的程度 都是比较低的 它就没办法进行 一个有效的区隔了 对不对 所以要注意 另外再强调 这边是可以选出 两到三个纬度 有人说 一个纵坐标 一个横坐标 怎么两到三个纬度呢 不就两个纬度吗 战略群组是这样的 你可以这两个坐标 做一个战略群组 也可以另外两个坐标 做一个战略群组 那么这种情况下呢 你就更容易找到 战略相同或相似 更容易把自己 跟其他的这些什么呀 类似的兄弟归到一类 你单从两个坐标来看的话 有的时候可能怎么样 稍微的薄弱了一些 明白我的意思吧 所以我们说 两到三个纬度 都是很正常的 好吧 所以这是给大家 简单介绍的 这17个纬度 就不带着大家过一遍了 回去之后 自己多读两遍 有时间的同学 我建议是要把它背下来 还是那句话 我们不是大学考试 丢一分少一分无所谓 我们只要多一分 只要在某些低频考点上 我们背了别人没背 今年恰好这出题了 我们就多一分胜算 毕竟我们是卡通过率的 所以同学们自己去看 这些知识点要不要掌握 但是我这边是要求掌握的 好吧 那么再来呢 就是产业内的战略群组分析的意义 战略群组分析呢 有助于企业了解 相对于呢 其他企业而言 本企业的战略地位 及公司战略变化 可能引起的对竞争的影响 那么它的意义呢 有四点 第一个 有助于了解战略群组间的竞争状况 主动的发现进处和远处的竞争者 也可以很好的了解某一战略群组 和其他群组间的不同 有助于了解各战略群组之间的移动障碍 有助于了解战略群组内 企业竞争的主要专点 有利于用这个战略群组图 预测市场变化 或者发现战略机会 我们说一共是四个 这样的一个什么意义 首先把它作为一道主观题 先要掌握住 主观题怎么出呢 第一个给你一个案例 先让你来判断 请问题杆中的这些企业 谁和谁是一个战略群组啊 当然不是用我这个语言描述的啊 它这个题目的意思 就让你判断谁和谁一个战略群组 这个刚才讲过了 根据战略群组图 找出纵坐标和横坐标一模一样的 它就是一个战略群组 它只有两个极端啊 多 少 高 低 一般就这两个极端 它没有什么中间的这些啊 所以你不用担心 那么当你判断出这个战略群组之后 答A和B是一个战略群组 因为A和B都是什么什么高 什么什么低 对吧 C和D是个战略群组 因为C和D都是什么什么强 什么什么弱 你把这个答完之后 它在第二问 因为一般主观题会有连环问 第二问问你 请问通过战略群组图 分析的意义是什么呀 你就答 对不对 战略群组图这四点 有助于有助于有助于 利用战略群组图 还能够怎么样 把这四点答上 第二问答完 第三问往往会问你另外一个问题 说那请根据战略群组图 帮某某企业出一个招吧 对不对 给他一些建议吧 怎么来答呢 别着急 一会我会讲到 咱们先一个一个看这四个意义 首先第一个 是有利于很好的了解 战略群组间的竞争状况 主动的发现 进驻和远处的竞争者 也可以很好的了解 某一群组和其他群组间的不同 这个很好理解啊 第一点主要体现的是什么呀 群组和群组之间 对不对 所以我们看 ABC是个战略群组 DF是个战略群组 GHI是一个战略群组 对吧 我们现在这个图上 有三个战略群组 但我们从战略群组上发现 我如果是A企业 我就可以看到 从我的战略群组和 DF的战略群组 我们之间的竞争状况 是怎样的 对不对 我们这两个战略群组 会不会产生一定的摩擦 对不对 能够发现远处和近处的竞争者 指的是谁啊 A能够发现 我的竞争者 有C和B 对不对 同时我还可以发现 不同的战略群组之间 也充满了竞争 DF 有没有可能进入到我们的地界 对不对 再添把火呀 本身我ABC就已经竞争的十分激烈了 结果DF又过来了 当然有了 你可以看到 DF是什么情况 地区覆盖率比较低 什么意思呢 拿这个全世界来举例子 我们只在北京做生意 我们只在什么 华北地区做生意 我们只在中国做生意 我们只在什么呀 亚洲做生意 我们在全世界做生意 这个叫地区覆盖率 那我们的DF是什么呀 地区覆盖率比较低 我们可能只在北京做生意 或者只在华北做生意 对不对 那么这种情况下 我们只是在地区覆盖率上 有一点点不同 在营销力度上 我们都是重营销的 没错吧 所以当DF这个群组觉得 哎呀 我们是不是应该扩大点地盘啊 上全世界看一看 对不对 看一看有没有新大陆 所以DF当他去提高 自己的地区覆盖率的时候 就和我们的ABC组成的战略群组 产生了群组之间的一个什么样 冲突 所以我们可以很好的看到 我们说ABC组成的战略群组 和DF组成的战略群组 我们之间有多远的距离 我们多久可能会发生摩擦 怎么样会产生摩擦 对吧 我们俩之间有什么不同 所以通过这个战略群组图 你就可以很好的分析出来 所以这个就叫做第一点 有助于很好的了解 战略群组间的竞争状况 主动的发现近处和远处的竞争者 也可以很好的了解 某一战略群组和其他群组间的不同 对吧 所以你可以看一看 就是这么一个状态 所以他重点突出的是什么 群组和群组间 注意啊 群组和群组间 那我们再来看第二点 有助于了解各战略群组之间的移动障碍 他突出的是什么 移动障碍 那边是我静态的在看在分析 这边是什么呀 我要移动的话会有哪些障碍 什么叫移动障碍呢 就是从某一群组到另外一个群组 在移动的过程中的障碍 对于比如说我们这个 ABCDEFG HI这几个企业来看 比如说我是这个谁呀 我是这个G 这个企业 那么对于他来讲 可能在未来要重新制定战略 在重新制定战略的时候 他可能考虑的是什么呀 哎呀 我这个地区覆盖率是不是 这个再高点 我的这个营销力度 要不要怎么样 再加强一些 当他去调整营销力度的时候 你要注意啊 他就是横向移动 G就往这边走了 如果地区覆盖率不变的话 对不对 往这边走了 对吧 他就会遇到EFD 对不对 他们的一个什么 激烈的反抗 没错吧 那么如果说G说了 那我干脆怎么样啊 既提高地区覆盖率 又增加我的营销力度 对不对 我现在融资了 有钱了 我拼了命的往外拓吧 所以当他提高地区覆盖率的时候 就往上走 当他增加营销力度的时候 就横向移动 所以他会产生一个作用率 就是斜着奔谁走了 奔ABC就走过来了 对不对 所以这是他们的一个什么呀 移动障碍 对吧 比如说G在增加地区覆盖率的时候 走着走着遇到了谁 遇到了E 走着走着遇到了F 走着走着遇到了D 这些都属于他的什么呀 一个移动障碍的范畴 明白我的意思了吧 就是某个企业 从一个群组到另外一个群组 他出现的一个什么呀 障碍问题 那么再来 就是我们第三点 有助于了解战略群组内 企业竞争的主要专点 所以这个体现的什么战略群组内 有人说战略群组内有什么主要竞争的主要点啊 我们看一个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H和I这两个企业 H和I这两个企业呢 你可以看到啊 他们都是地区覆盖率怎么样 比较低 然后营销力度又不是特别强的 包括这个G 对不对 这三家企业 那么这三家企业你要注意啊 我们在看战略群组内的时候 那么他们三个构成了一个战略群组 那么这三个企业 他们各自本身在群组内的 这个什么呀 竞争点也略有不同 你拿H来讲 H是什么 地区覆盖率比较低 营销力度也比较低 对不对 我就在北京市朝阳去做生意 我也不做什么广告 开个门脸 愿意进来就进来 我不做什么营销 这是H 对吧 那我们说这个G呢 刚才说过了 我的地区覆盖率稍微高一些 营销力度也高一些 可能我在北京市做生意 我会做稍微一点点广告 对不对 那I呢 很简单 它的主要专业是什么呀 我的地区覆盖率比较低 但是呢 我要投点钱做广告 所以对于HIG 他们互相就有各自的侧重点 对不对 最讨厌的就是这个I 本身你就在北京朝阳市做生意 你还投广告 对不对 那对于同样在这个北京朝阳做生意的H 你说是不是很恶心 我不做广告 你做广告 对不对 咱们俩就这么点小地盘 对吧 所以他可以了解什么呀 群组内企业竞争的主要专业点 所以这是我们说的第三点 那么第四点 利用战略群组图还可以预测市场变化 或者发现战略机会 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叫做战略机会啊 在这个空白的位置 对不对 这有一堆企业组成了个战略群组 这有一堆 那有一堆 只有这是空白 那么空白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蓝海没有竞争 对不对 那边的市场还没有人去满足 所以对于企业来讲 他就可以怎么样啊 向这个蓝海前进 规避竞争 找到一片什么新大陆 所以这就叫什么呀 利用战略群组图 预测市场变化 或者发现战略机会 刚才我说过了 往往这个主观题是 这个连环问 在第三问 他就会问到 刚才我说的 给企业支个招 他该怎么办 你放心只要这个提议出 他一定是我空白位置的 你就告诉他 如果他问的是这个GHI 你就说 对于这些企业 他要不断的提升自己的什么 地区覆盖率 如果他让你给ABC出主意 你就告诉他 你说ABC这个企业 一定要怎么样啊 一定要减少自己的一个什么呀 营销力度 对吧 就奔着这个地区覆盖率走了 当然这两个指标 说起来不太好听啊 一般没有企业去降低 自己的营销力度的 对不对 只是这个指标选的不对 我要告诉你的是什么呢 要告诉你的就是 奔着空白市场走 语言怎么描述 在后面我们讲主观题的时候 我会给你讲到 这个作答的时候 怎么用文字把它描述出来 对吧 现在只是讲让你来了解 这道题考的时候 你的思路是什么 对吧 奔着蓝海市场走 奔着空白领域走 你放心 只要这个问出来 一定是有空白市场 蓝海市场 好不好 听明白这个意思了吧 第一选择题怎么出 第二 我们的主观题怎么出 连续三问 你要能够把它作答出来 实际是很简单的 好吧 那我们来看一道啊 在历年考试中考过的习题 检测一下大家 对这个指标的掌握 首先看这道题 单选题 假企业从事中档电动自行车的 生产业务 在以下四类企业中 假企业的直接的主要竞争对手是什么 那么首先你要了解 假企业是生产什么 中档电动自行车的 对不对 中档电动自行车 这是两个条件了 看生产高档电动自行车的企业 是直接竞争对手吗 完全不是 不在一个战略群组 对不对 人家是高端的 你是低端的 对不对 第二个属于同一战略群组的 电动自行车的 一个什么呀 生产企业 是不是啊 应该就是了 同一战略群组 战略都一模一样 对吧 我是电动自行车 他也是什么 电动自行车 当然是直接竞争对手了 对吧 实际看到这就可以直接选了 对吧 生产第一档的 人家是中档 你是第一档 肯定不是一个战略群组 对不对 属于同一战略群组的环保车 虽然我们战略差不多 但你是卖中档电动自行车的 我是卖环保车的 产品都不一样 没有竞争关系 对不对 所以正确的选项 是我们的B选项 是不是很简单呀 再看这道单选题 下来关于产业内战略群组分析的说法中 正确的是 有助于预测市场变化 或者发现战略机会 有助于寻找产业内的合作伙伴 或者结成战略联盟 有助于了解产业的金融障碍 有助于了解产业内企业间的纵向 或者横向联系 让选的是正确的 哪句话是正确的 我们说这不就是战略群组的一个什么呀 意义吗 所以直接作答吧 A选项 没错吧 很简单 再来看这道多选题 国内位于产品企业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是知名度高的国际品牌企业 其产品实现了功能性 和外观时尚性的完美结合 但研发和投资成本很大 产品价格较高 第二类是国内老品牌企业 产品的功能性外观性 都与国际品牌产品有较大的差异 价格也显著低于我们国际品牌的产品 根据相关专家的建议 在激烈的竞争中 第二类企业应当增强售后服务功能 提升竞争力 因为我们的国内的企业 都没有对该功能给予重视 依据战略群组理论 下来各样中对专家建议理解正确的用 了解战略群组内企业竞争的主要关键点 了解各战略群组之间的移动障碍 运用战略群组分析发现战略机会 了解战略群组间的竞争状况 实际上你发现这道题 就一个一个去对也可以 对吧 A有没有B有没有C有没有D有没有 对完之后你会发现怎么样 ABCD全部都存在 对吧 这道题我也不做过多的讲解了 也是很简单的一道题 再来看这道单选题 华安公司以文化娱乐性和观光游览性 为坐标 将旅游业分成不同的战略群组 并将文化娱乐性高观光游览性低的文艺演出 与文化娱乐性低观光游览性高的实景旅游两类功能的结合起来 率先创造了人物山水这个旅游项目 他将震撼的文艺演出至于秀丽山水之中 让观众在观赏歌舞演出的同时 身心融于自然 华安公司采用的战略群组分析的主要思路是什么 了解战略群组的竞争状况 了解战略群组的移动障碍 预测市场变化或者发现战略机会 了解战略群组内企业竞争主要重点点 读完这道题再看看ABCD四个选项 直接你就有感觉了 对不对 这里边说白了就是找到了一个蓝海市场 关键词在什么 关键词在率先 率先创建了 对不对 独一无二的 所以他是找到了一个蓝海市场 那体现了什么 体现了预测市场变化或者发现战略机会 对不对 所以正确答案是我们的C选项 是不是很简单 是不是很简单 是三盘的 lady 别青 第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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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rat 枝不得翻转